我們一起進來這裡 這裡其實是一個東南亞最大的創意園區 它在整個園區裏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好像這裡有一個城網 還有一個滑滑梯 這個滑滑梯究竟說什麼呢 落對說你聽 原本簡步就是一個小小的地方 或者有很多框框 但你可以跳出這個框框的時候 這個世界有很多其他東西可以去創造 這個園區以前是Levice廠的舊紙 他們把它改裝了 變成一個可以讓很多人在這裡工作 創作 做生意 令到柬埔寨多了一個很特色的地方 我自己這樣說 其實人生創意很重要 很多時候我們追求很多經驗 或是知識 但其實過去的經驗 可能只能夠由A到B 但創意可以讓你去到全世界 我們一起進來這裡 裡面你會見到 保留一些他們做衣服的特色 你一進來 用了不同顏色的衣服 作為一個迎接我們的地方 你會見到這裡有很多風扇 沒有冷氣 其實我只是穿著外套 但如果你一般在柬埔寨 穿著短袖衣服 其實進來都很舒服 你看到這麼大把的風扇是甚麼 其實不說你不知道 是一些軍用直升機的螺旋掌 這裡的老闆很懂得把一些 別人覺得是垃圾的東西 變成一些很有用的東西 這也是我經常提到的 別人以為是垃圾的東西 其實當你加一些創意 加一些價值下去的時候 都可以變成黃金 我曾經試過有一個很困難的狀態 即是走不出去的時候 不如你跳出你自己住的地方 去旅行也好 去旅居也好 甚至去看看你平時不做的事 例如看一些藝術品 沖茶 插花 按摩 其實都可能給你一些啟示 這裡你見到 Workspace ONE 其實也是一個co-working space 很多一些細小的辦公室 其實就是剛初創的企業 一些one man band 或幾個人的小公司 在這裡開始 用一個比較合乎經濟的租金 讓他們可以發展他們的事業 你會見到 其實他們不單是loco 很多是來自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都會有他們的人在 歐美 亞洲不同的地方 在柬埔寨一起發展他們的事業 創立他們自己的品牌等等 買一杯咖啡多少錢 買一杯咖啡就是過半美金 非常經濟 而且咖啡在這個園區裡面 有一個咖啡工賠中心 每天在這裡工賠咖啡的時候 喜歡咖啡的朋友一問到 很精神 在這裡園區有三個重點 第一 提供就業 提供教育 第三 幫助更多人成功 所以這裡是一個很棒的園區 在我第一次來到時 已經感受到園區的活力 和幫助人的能量 這裡有一個很新的360度影院 嘩 我們不如看一看 這就是360度影院 等待我有機會進去看看 這裡除了工作之外 有時工作也辛苦 或者想到差不多的時候 不如輕鬆一下 我們有一個Entergeaming Room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讓你坐一下 可以玩一下Board Games 我最喜歡玩Board Games 轉過那邊 我們會看到又有球桌 做得有點累 過來輕鬆一下 和朋友聊聊天 可能又有新的想法也不足夠 究竟這個地方聚集了一班工人 會變成工廠可以生產 現在同一個地方 改變了用途 聚集了很多 例子世界不同的企業家來到這裡 產出了很多創意 和產出了很多很新的想法 那個價值可能比一條牛仔褲 一個貨品更加有價值 一個地方怎麼運用它 找什麼人去那裡 其實就會產出了不同的東西 反過來 你的人生 你產出了什麼價值給這個世界 你在什麼地方產出 其實有時候 如果你想想 在一個適合你的環境 再運用你自己最厲害的那樣東西 可能產出的是你意想不到 價值都不出奇 有時候不妨換一下環境 去發揮你自己最厲害的那樣東西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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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